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在周四表示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 包括救市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救济 对受损失中小企业的补贴 全球各国政府已经投入10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但仍然需要做出进一步的重大努力 因为疫情对经济前景的影响 仍不明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瓦表示 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多达1亿的人可能因为这场危机而陷入极端贫困 他指出这将抹掉过去三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果 这种疾病已经感染了全球约740万人 其中近42万人死亡 世界银行本周预测 冠状病毒将使2020年全球GDP缩减5.2% 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萎缩 IMF定于6月24号更新他的预测 格奥尔基耶瓦表示 很可能IMF会在4月份对全球GDP缩减3%的预测基础上 进一步下调经济前景预期 他在IMF网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 为了促进范围更广泛的复苏 大量的财政刺激应该着眼于最大限度的减少失业和防止不平等加剧 他写道 投资应该集中在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 加强气候保护 以及扩大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获得金融产品和技术的渠道 新冠病毒危机对于那些本来就最脆弱的人群造成了最大的痛苦 这场灾难可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加剧 他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迅速而审慎的采取行动 促进范围更广泛的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表明 更公平的获取机会与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增长有关 通过金融科技和手机支付将政府提供的补助资金转入银行账户 可能会使全球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数量大幅缩减 从大约11亿减少到1亿 他说具有金融包容性的国家 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有2-3个百分点的优势 而目前美国虽然各州已经设法全面重启经济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经济复苏的速度持久性以及有效压制新冠病毒的能力方面 仍然一片混沌 目前各项数据都指向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回升 但各州回升的速度相差很大 同时一些迹象显示 在经济活动回升较快的地区 新冠病毒扩散情况可能更大 这个局面代表未来几州白宫官员可能会面临艰难选择 美国财长孟努欣已经表示 不论新冠疫情如何发展 都不可能让美国经济再度停机 在公共卫生一律与民众人受严格防疫措施之间 将由各州及地方政府自行做出权衡取舍 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反弹的速度并不快速也不一致 国会中正在讨论是否提供更多的紧急资金 对部分小企业的协助措施已经过了期限 许多失业救济措施将在7月底到期 目前中小企业数据显示 重新开工的全国平均水平仍然较低 因为很多企业根本无法重新开业 许多研究机构也把对经济前景 从以往公共卫生事件中常见的微型反弹 转变成多种情况并存 包括经济停滞将持续数周到几个月 再到如果对经济的影响是永久性的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美国的沿海地区主要是民主党各州 经济几乎没有反弹 这些地区受到疫情的打击更早 也更严重 自从3月13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19个州从未有过一天估算的零售客流量 达到2019年的水平 这其中有14个州位于沿海地区 但整体而言 这些州在控制疫情增长方面也更为有效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